人生就像抛物线,按照人生百年的定论,到了五十岁,就处于抛物线的最顶端。 此刻,有人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,有人因为享受了追梦的过程而快乐,有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,还有人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。 作为七零后的我们,恰好处于五十岁的年纪,再往后就要顺着抛物线下坡了。 如何安度余生,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大问题,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经过研究发现,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不是很客观,通常有两个因素决定。 高峰时,结束时的感觉,这就是风中定律,结合七零后的人生来看,过去的一切,促使自己走向人生的高峰,未来的一切,促使自己走向结束。 人生好不好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感受,若要余生幸福,改变自己对人生的理解,外物的体验,就可以了。 而不是盲目追求地位,金钱等,灵妖记住过去的美好,储蓄幸福,小时候的我们,多半出生在农村,并且家庭条件很不好,从几岁开始,就要跟随父母,插秧,割稻子,砍柴,喂猪,割草等,就是大冷天,也要去放牛,让人很是痛苦。 当然,我们也会在村口和学校的空地上,踢剑子,跳皮筋,工程等,上学路上,一路小跑,汗流加倍,被米带菜上学的日子,一晃而过,比较惊天的孩子,似乎我们吃够看苦,在小院里。 小手冻伤了,也没有人关心几句,夏日很热,难受的是,还得去搞双强,欢喜的是,可以在绿荫下,吃西瓜,或者在有阳光的下午,跳进村口的小河,游泳一次,走出校门,很多同龄人,去打工。 在东莞,深圳,江浙,都有我们的足迹,打工的日子,要工作十几个小时,并且没有周末,这日子,似乎是熬过来的,让人心有余悸,在农村混的人,就更难了。 中地的收入,也许只够温饱,后来也发展养殖,一年如一日,人到中年,成家立业,经济条件好了一点点,但是孩子要读书,老人要养老,自己有车贷房贷,这日子真难受,最可怕的是,有的人,离婚了,自己带着病痛,到了五十之天命的今天, 还有很多人要打工,这苦日子,似乎没完没了,离婚的,一次婚姻都没有的,病痛不断的,穷困潦倒的,这些状况,令人措手不及,有人说,童年是美好的,那时候苦,但是很快乐,无忧无虑,有人说,七零后,是世界上最苦的一代人, 人在顶峰,对于之前的一切,可以定论为幸福,痛苦,定论的人是你,定论的理由,也是你自己找的,聪明的人,懂得取舍,把痛苦舍去,把快乐留下来,回忆那一口老井,想起那一阵晚风,记住飞到手里的萤火虫,走在远,也会想到,母亲在门前的一声呼唤, 想一想,所有的苦都熬过来了,这是何等庆幸,痛苦就像一块新鲜的牛粪,明知很脏,你还要去踢一脚,什么都不做,从容走过,不就对了,零二自然走向老年,少去折腾,匆匆走过半生,归来不再是少年,人生的顶峰,终将要过去, 未来的我们,终将是一位老人,如何抓住未来的幸福,你得未雨绸缪,更要有辩证思维,要懂得,一件事的开始,是另一件事的结束,一件事的结束,其实是另一种开始, 若是事情没有结果,也没有关系,没有结果本身就是一种结果,说了一大堆的道理,再看具体我们要做点什么, 其一,结束多余的关系,守住家人过日子,在小说《茶花女》的最后几页, 男主角匆匆忙忙赶到女主角的身边,他们重逢了,虽然十分钟之后,女主角离开人世,但是我们仍旧觉得美好, 是的,人生有遗憾,但是关系能画上句号,遗憾就少了很多,晚年里,把多余的关系结束了,都画上句号,和家人一起慢慢过日子, 你会心安,也会有更好的爱,朋友,同事,同学等,走过路过,统统别过, 其二,放下狠狠赚钱的日子,享受退休的生活,从五十岁到六十岁,其实是从工作到退休的过程, 别痴迷什么腰缠万贯了,如果你习惯了低配生活,发现月入一千元,都是福气, 我们的一生,从白手起家到今天,有了城里的房子,小车也有了,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, 小时候真不敢想,自己也有车,也是万元户,也能退休,只要你知足,那就是享福, 其三,离开工作的位置,看淡人走茶凉,花五百日红,你在一个位置待了多年,也要学会让位了, 主动让一让,这是让闲,被人赶走,是不识趣的,五十岁,就退居二线,不被重用,是没有关系的, 退一步,工作不忙,就可以看一路上的风景,可以摆脱勾心斗角的烦恼, 其次,接纳生命的无常,坦然的老去,事实上,我们的身边,有同龄的人,已经永远看不到了,生命真的很脆弱, 经不起几次折腾,熬夜加班,都要避免了,养生,要做起来,余生最大的幸福,就是活着,活下去, 不用身体去换外物,不用各种套路,去苛求自己活万万年,03有一个词语叫登峰造极,还有一个词语叫物极必反, 到了峰顶,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,不要去违逆,顺着来,什么都好,我们常常祝福别人,一帆风顺, 其实是很多时候,人是逆风走的,只是把逆风,荡成了春风拂面,感觉就顺了,太多的事情,改变不了,铁板钉钉了, 我们能够做的,我们能够做的,就是把心情捋顺,五十岁,人生的一半,回头是幸福,往后也是,在远离尘霄的山顶,我静静地聆听着风的呢喃,思绪在时间的长河中悠然流淌,或许,人生就如同攀登峻岭,经历了魔力, 跋涉,终会达到峰顶,但并非终点,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,站在峰顶,我不禁回首人生的曲折与艰辛,或许有时候,我们并非一帆风顺的前行, 而是在逆风中艰难的迈步,然而,正如古人云,路漫漫其修远西,无将上下而求索, 人生的道路,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,逆境与挑战,常伴随着我们的脚步, 但正是这些逆风,魔力了我们的意志,塑造了我们的品格,逆境中的每一步,都是一次成长与积累, 我们或许会遇到困难重重,或许会面临挫折与失败,但正是这些经历,让我们更加坚韧,更加勇敢, 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人生的一堂课,教会我们勇敢面对,坚定前行,回想起曾经的风雨, 我不禁感慨万分,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逆境的挫折,如今看来, 却成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,正是逆境中的顽强拼搏,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定, 更加果敢,就像是那株顽强的小草,在逆境中生长,终究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, 五十岁,人生的一半,回首往事,我深知幸福并非来自于物质的风营, 而是来自于心灵的满足,无论是风雨还是阳光,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 只有在逆境中,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真谛,领悟到幸福的真谛, 或许,逆境并非我们所愿,但却是我们所需,正是逆境中的魔力, 让我们更加成熟,更加坚强,在人生的道路上,或许会有许多无法改变的事实, 但我们能够做的,就是积极面对,坚定前行,站在风顶, 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宁静与坚定,逆境并非可怕, 它是人生的一部分,也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, 只有在逆境中,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, 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的意义, 愿我们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一颗平常心, 坚定的前行,直至人生的彼岸, 曾经,我在黑暗中摸索, 试图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, 有时,逆境如同迷雾般笼罩, 让我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, 但是,正是在逆境中, 我发现了内心深处的力量和坚韧, 逆境不是终点, 而是通往成长与成功的必经之路, 正如登山者攀登高峰, 虽然艰辛, 但当站在山巅俯瞰万物时, 一切付出都变得值得, 人生也是如此, 每一次逆境都是通往更高境界的阶梯, 五十岁, 人生的一半, 回首往事, 我明白了许多, 幸福并非来自外部的物质, 而是源于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的感激, 在人生的旅途中, 或许会有风雨, 但只要心怀感恩, 一切困难都会成为过往, 留下的是珍贵的回忆和成长的足迹, 我想起了一位朋友, 他在工作中遇到了重重困难, 但他从不气馁, 始终保持乐观和坚韧, 最终, 他克服了种种困难, 取得了成功, 他的故事告诉我,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 都要坚持向前, 因为只有经历风雨, 才能见彩虹, 逆境中, 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更加真实的一面, 他考验我们的意志和勇气, 磨练我们的心智和品格, 正如金子经过火的洗炼, 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, 人生经历逆境后, 也能变得更加坚强和耀眼, 在逆境中, 我们也能够找到支持和帮助, 家人, 朋友和同事的支持, 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, 他们的鼓励和支持, 让我们在困难面前, 更加坚定和勇敢, 人生如行走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, 逆境如急流和暗礁,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智慧, 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坚韧和决心, 只有在逆境中, 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和潜能, 才能够走向更加辉煌的人生, 站在风顶, 我感受到了无限的力量和希望, 无论前方的道路如何艰险, 我都会勇敢前行, 因为我知道, 逆境不是终点, 而是通向成功和幸福的桥梁, 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, 永远怀揣着坚强的信念和勇敢的心, 勇往直前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